放A A B C D E F 特別注意 要加的話 特別注意有個技巧 就是說我們先把它切開來 因為他現在要放一個 一個參數在裡面 我們前面好像有用 就是第一個先把它切開來 也就是說 我用切開來的話是 把它跟前面這個串接 跟後面串接 然後串接的話 中間要放一個A 所以第一步請各位先把 剛剛的編號選取 第二步兩個雙引號移到中間 空白空白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 再空白空白移到中間 A 那一樣的方式 查也是一樣選起來 雙引號 然後移到中間 空白空白移到中間 AND 空白空白 B 依次類推 反正方法都一樣 就是第一步是這樣 切開來 四串切開 然後移到中間 AND 依次類推 就是放一個C 空白 這個方法都一樣 所以可不可以再偷懶呢 其實可以了 但這個方法我建議 各位還是 就是 盡量 可以照這樣的方式有沒有 然後把你需要放的參數放在中間 將來傳遞過去的話 就會是他要的一個值了 OK 那東也是一樣 把它一樣 切開之後的話呢 裡面放一個變數 ABC OK 好了之後的話我們就完成了 那最後呢 因為他這個是串一個什麼 SECLE語法 就會把什麼呢 最後的SECLE語法 傳遞給 這個什麼呢 傳遞給那個 SS 他就幫我怎樣 新增一筆資料進去了 OK 然後如果說你要確定說 他是OK的話 那執行完畢之後的話 你可以什麼 呃在Messagebox好了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 再增加一個 MSG BOS 新增資料成功好了 新增資料成功好了 齁 passions